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9日当晚在一份声明中称,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31号决议中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,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前,联合国对伊实施的制裁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日晚8点起恢复生效。 声明说,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对伊武器禁运,禁止伊朗进行与核燃料浓缩与再处理有关的活动,禁止伊朗试射发展弹道导弹,对向伊朗转让核导弹有关技术实施制裁等。 声明还称,美方将于未来数日公布一系列执行制裁的措施,联合国会员国若未能遵守相关制裁,将面临后果。 美国此举引发伊朗强烈愤慨,当地时间20日晚,伊朗总统鲁哈尼发表讲话称,美国若采取任何霸凌行为或其他行动,势必将面临伊朗决定性回应。 鲁哈尼表示,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不但失败,而且已经转为美国自身的极限孤立。 其实,在重启对伊朗制裁问题上,美国政府早已成为孤家寡人,连盟友都表示反对。 早在8月14日,安领会15个成员国对延长武器禁运令的提案进行了表决,美国只获得了多米尼加的支持,提案最终被否决。 8月21日,美国的盟友英国、法国和德国更是发布联合声明,指责美国的做法并不合法。 目前,安领会成员包括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中国、德国多次重申。 美国于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,不再具有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资格。 对于美国单方面宣布重启制裁,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、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协调人伯雷利9月20日发表声明说, 美国无权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,伊核协议各方对解除制裁的承诺依然有效。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0日也发表声明,批评美国单方面宣称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,指出美国的做法无法律效力。 联合国方面也第一时间予以回应,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六致行安理会称, 他目前不能就美国宣布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一事,采取任何行动,因为此事似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表示,美方根本没有要求安理会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权利。 安理会主席已做出不对美方要求采取行动的结论, 安理会迄今未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采取任何行动。 基于以上事实,安理会将根据第231号决议要求,继续终止相关对伊制裁决议规定。